對於妳來說的第一季 有什麼相比第一季 有什麼更困難的挑戰 或者說更印象深刻的一些經歷 或者說比較困難要克服的事情 我覺得是因為第一季 它畢竟是一個嗜血記者 所以它對於很多蛛絲馬跡 它都是眼神非常銳利的 然後非常的洞悉洞察人性 可是到了第二季 因為它的角色跟職業不一樣 所以它很多時候必須把那個洞察人性的眼神 要稍微收著一點 就不要讓人家立刻的察覺到 他下一步想要幹什麼 所以在現場 常常有時候是跟導演 然後還有演員的配合 然後去怎麼樣去選擇 妳這一個場次的眼神的銳利度 或者是真的是 甚至是只要稍微一點點 然後有一點點那個 讓大家覺得模擬兩可的方向 就好了 這個是我覺得在現場 我們都會做一些適度的微調 跟徐海音 他在演戲的當下 跟第一季比較大的不同 謝謝 好來這邊後面 後面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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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